流年大卖 我想很多人出席夜 应该是狂欢的一夜吧 肯定还在睡大觉 我已经苦逼的 刚刚工作了两个小时了 就是调秒杀 调广告 反正我已经演成的习惯了 只要出门 只要背上 就必须背上电脑 像我都会 就是一个双肩包 然后背个电脑出来 就是为了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以前的话 你现在过年 我们是吃过亏的 本来记者第二天要关折扣的 然后就玩嗨了 搞到后面就和秒杀重叠了 亏了几百单 所以我是一直都有一根弦 就拉着的 在这里分享几个点吧 就是大家出门在外 对不对 像我们出来玩 不管是住 像住这种酒店也好 或者是出去 回老家也好 大家都不敢连WiFi 怕关联 其实这种想法是对的 小心没大错 对吧 大家谨慎一点 特别是做亚洲训 所以有很多人就会用超级浏览器 用VPS 其实但是像我的话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开个手机热点出来 用我们的手机号 对吧 方便省心还放心 所以这个是很安全的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就用手机开热点出来 还有就是老天其实是公平的 在这种大型节假日 其实是我们小卖家的弯道超车的机会 是吧 你看大中型卖家 他们都会那些运营都会松懈 多多少少 我们不休息 其实就是机会 我们去做秒杀 我们去调广告 然后我们把价格是调高也好 或者调低也好 我们去做做站外 这都是机会 但是我们能做到吗 对吧 人性嘛 大家都想着偷偷懒 对吧 好吧 最后感谢大家2020年对冬子的支持 2021年我会继续分享 虽然我的分享水平有限 但是至少我分享真实的东西 也能给大家一个参考 和建议吧 所以2021年我们一起加油